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CICD的概念 什么是CICD CICD它其实是几个英文词组的缩写 分别是持续集成 也就是CI 以及持续交付和持续部署 持续交付和持续部署的话 我们可以统称为CD 持续集成呢 它其实是一种软件项目管理的方法 依据资产库 比如说圆码或者类库等的变更 能够的自动的去完成这个产品的编译 测试部署 以及其中的一些问题的反馈 通俗的来讲的话 一般就是说 程序员在向版本库中提交代码以后 持续集成服务器能够自动的发现 或者是定时发现这个变更 然后依据这些圆码的变更 对产品进行重新的构建测试 部署这整个过程 持续集成的思想 是要求我们能够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个呢 就是说自动构建 它要求是无人职守的 这个能节省大量的人力成本 第二个呢 就是说能够自动检测 圆码版本库的变更 这个可以通过笼询 或者是定时策略 也可以使用触发器 或者是程序员自己使用命令 来触发这个构建 都是可以的 三呢 就是说反馈机制 就是构建是分不同的步骤的 其中每个步骤出现了问题以后 都应该能自动的快速的反馈 给正确的人 这个正确的人呢 就是说代码的提交者 或者是这个产品的测试人员 或者是审查人员等等 四呢 就是说在每一次构建的时候 都应该把之前的环境清理干净 保证本次构建是一个纯净的构建环境 避免脏数据 对这个构建 或者测试产生影响 第二个就是说持续交付 它是说能够自动化的 平凡的将软件的新版本 能够交付给质量团队 测试团队 或者是用户 目的呢 就是在保证在上生产环境之前 可以尽早的发现存在的问题 持续部署 它是在持续交付的下一步 指的是代码通过评生以后 能够自动化的部署到生产环境当中 那这三个概念里边 其实都有一个持续这个词 这个词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要在 从代码提交到部署到生产环境 中间的这个每一个环节 在每一个环境出现问题的时候 都能够快速的把问题反馈 给相关人员进行修复 避免了就是说最后到生产环境以后 你才能发现这个问题 然后回头再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代价 是非常大的 这个就是CICD的核心思想 目前在市场上呢 有多款可用于搭接CICD系统的工具 其中Jackins是非常流行的一款 开源的持续议程 持续交付的平台 它拥有丰富的插件文档 以及良好的社区 在国内大多数公司的话 在私有的持续计程 持续交付方案的话 都会选择它来做服务器 开发者可以用它快速的搭建 符合自己业务场景的流水线流程 结合大量的开源插件 你可以就是轻松的满足不同语言 不同平台 包括不同框架的持续计程场景 无论是现在就是使用越来越多的 这个GitLabCI 或者是在开源领域广受好评的 TraversCI的话 都是无法替代Jankis在持续计程领域的地位的 我们选择使用Jankis 还有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个它就是说 Jankis是在所有的CI产品中 安装和配置上最简单的 我们下面也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从来搭建一个简单的Jankis环境 然后第二个是 它是基于外部访问的 用户的界面是非常友好直观和灵活的 在很多种情况下的话 它还提供了阿甲克斯的及时反馈 然后第三呢 Jankis它是基于Java开发的 但是它的构建的话 是不限于这个Java的软件的 你用Python 你用高写的这些软件 都可以在它上面进行构建 这个是跟构建环境有关系的一个点 Jankis它拥有大量的插件 这些插件是极大的扩展了Jankis的功能 它们都是开源的 而且它们可以直接通过web界面来进行安装和管理 接下来我们会使用Jankis搭建CISD系统 并想要用它来完成以下这个事情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应用 从圆满提交到部署的生产环境中 所需要运行的一些步骤 首先呢 开发者需要推送代码到圆满仓库 这个圆满仓库可以是GitHub BeatBucket GitLab 或者阿里云Code 马云等等一些GitSCM类型的圆满仓库 也可以是SVN类型的圆满仓库 这些都是通过不同的插件来插件安装 来集成到Jankis系统中进行支持的 一般我们会在圆满仓库端配置一个webhook 圆满仓库监听到这个推送的动作以后 意味着应用的代码有更新 就需要重新构建编译和部署验证 这个webhook就是用来通知JankisServer 自动触发构建作业的 JankisServer也就是CISServer 在接收到通知以后就要运行构建项目 它在运行构建项目之前 会先从我们全局配置的一个 Couponets集群中动态的分配一个构建节点 所有的项目构建都会运行在这个构建节点上面 比如说妈妈打包命令 测试命令等等的 然后在本节的课程当中 构建物也就是说应用的webhook 会被打包进Docker容器镜像里边 并推送到的镜像仓库 我们这边使用的是阿里云镜像仓库 然后部署应用的时候 再从镜像仓库中拉取对应的image 最终把应用部署到Couponets集群当中 然后这个构建过程当中 有任何失败了的步骤的话 都应该及时的通知到相关的人员 使用邮件或者是使用钉钉通知的话都可以 然后整个构建完成了以后 我们从Couponets集群当中 分配出来的构建节点 是可以释放掉的 这样就是一方面是说 我们每次构建的时候 都是一个新的构建环境 另一方面就是说 可以这样动态分配 动态销汇资源 构建资源的话 可以节省很多的计算资源 这是我们今天要实践的一个构建的流程 在搭建JAKES CRCD系统之前 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JAKES的系统架构 JAKES的系统架构 它是一个master slave的系统架构 这我们说的JAKES master 它就是JAKES的server 然后JAKES的slive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构建节点 它相当于是server和agent的一个概念 master它主要是用来提供web接口 让用户来管理job和slive的 job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构建的项目 job它是可以运行在master本级上 或者是被分配到这个slive节点上进行运行的 一个master节点通常可以关联多个slive 用来做为不同的job 或者是相同的job的不同配置来服务的 虽然master它也能用来做构建 但是我们在最佳实践当中其实并不建议这么做 我们应该把不同语言类型的应用的构建 分类根据类别的不同运行在对应的构建环节下边 这样便于管理和避免不必要的错误的产生 当job被分配到slive上进行运行的时候 其实master和slive其实是建立的一个双向季节流的连接 其中master连接slive节点的连接方法 我们常用的主要有两种 一种就是说master到slive节点 它这个网络列路是通的 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是可以使用ssh的方式 使用用户名密码连接和启动slive节点 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master到slive 这个网络列路不通 但是slive到master这个网络列路是通的 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glp的连接方式 那以上就是一些关于jax系统架构方面的说明 接下来我们会重新搭建一个jaxcd系统 搭建jax系统 就是要先安装一个jax的master 我们这边选择容器化搭建jax系统的方式 首先呢我们会在一个cento s7.4的机器上去安装docker服务 然后使用docker服务去启动jax master master启动起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登录到它的web界面上面去 从界面上去给它安装插件 然后配置一个构建节点 并且运行第一个构建项目 那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自己的机器上先要安装docker服务 我们直接到环境上去实践这些操作 我这边有一个e4s服务器 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它的系统版本 cento s7.4 那我们现在要安装最新的docker服务的之前的话 要先把这个环境上边可能存在的一些旧的ipm包 先删除掉避免在安装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冲突 直接复制这个命令 这样我们removedocker 我们看到是有一些包是需要删除掉的 然后这些包删除掉以后 我们需要安装这个docker服务需要的依赖的包 依赖包安装完成以后 我们需要配置一个docker服务的yam源 这个yam源的话会提供最新的ipm包 yam源配置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安装这个docker CE的服务 这个包安装完成以后 这个docker服务其实还没有启动 我们需要使用系统命令去启动这个docker服务 并且可以把它设置成开机自动启动 就是这个ECS机器在系统重启以后 这个服务可以自动拉起来 现在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docker服务是不是运行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active的 然后还有一个命令可以帮助我们检查 docker服务是不是正常运行的话 就是我们跑一个hello world的container 看一下 它这个hello world是会先去拉取一个镜像 然后这个镜像里边就运行一条命令 就会打印下面这些字符串 hello from docker 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docker服务已经安装完成 那下一步就是要使用docker命令来启动 genx master这个容器 我们还是到系统环境上去做操作 这个命令是docker run run的话就是运行一个容器 -uroot的话是以root身份来启动这个容器 itd后台运行这个容器 1p8080 这个的意思是把容器内部 就是enkins master 它本身会占用8080的端口 我们把容器内的这个8080端口映射到这个宿主机上的8080 然后5万的端口的话是用于jlp连接的 然后我们用的这个jax的镜像的话 它jax master相关的一些配置都会放到vrjax home的目录下面 我们也同样的把它映射到宿主机上面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jax上面可能会用到docker的命令 所以我们把这个docker sock也就是说宿主机上边的docker sock挂载到容器里边 我们可以给这个容器加个名字 这个jax master最后一行是jax sci blue ocean 这个是jax master它的一个blue ocean的版本 这个是镜像的名字 我们会从docker hub的公共镜像仓库里边去拉去这个镜像 然后把它启动成一个容器服务 使用docker ps可以看到这个jax master这个容器就已经启动起来了 我们还可以使用netscape statempgrap8080去看一下这个端口 是不是在宿主机上面已经被监听 那这一步完成以后这个容器就相当于是起来了 我们可以在浏览器上去访问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访问这台机器的8080端口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界面 然后jax他最初第一次安装的时候会给你初始化一个密码 就是admin的密码 这个路径已经给出来 我们可以到服务器上去查看一下他这个支付串是多少 然后把它输入到管理员密码当中 点击继续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jax这边给我们提供了两个选项 一个就是安装推荐的插件 一个是选择插件来安装 我们新手刚搭建起来的话可以直接点击安装推荐的插件 后续的话我们可以在jax的管理界面 插件管理界面上面 自定义的添加自己想要的插件 像这边他推荐的插件里边有folders plugin 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创建不同的文件夹 等于是做一个分类 然后把不同的项目放置到属于各自类别的文件夹当中 然后这边你像create answer by的plugin这些东西是把你的证书的用户密码绑定成变量 然后在构建的过程中可以去使用它 还有一些工具类的集成像antgradle以及gitplugin subversion的话就是svn类型的scm 这边我们可以创建一个管理员用户 也可以使用刚才的admin账户继续 就刚才的admin的密码我们是用cat命令去找的 我们这边为了方便记忆的话可以创建一个用户名 admin然后密码的话我这边也是admin 电子邮件可以随便给出一个 然后保存并完成 save and finish 现在的话我们这个janksmaster就已经安装完成了 可以开始使用janks 在这个janks的主页面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有新建任务 用户系统管理等等一些菜单 我们可以先点击新建任务 这边需要输入一个任务的名称 这个任务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所通常说的项目或者是作业 下边可以选择自由风格软件项目流水线等等 我们这边是先配置一个最简单的自由风格的软件项目 点击确定可以进入到作业的配置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分六个部分的 是一般区域圆满管理区域构建出发器 区域构建环境构建构建后操作 我们可以以master作为构建节点来运行一个最简单的任务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打印一行字符串 保存以后点击立即构建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构建历史这边会出现一个完成了的构建号 这构建号唯一的构建我们点进去以后 在控制台输出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执行的命令 它是由哪个用户运行的 以及它的工作空间是哪个 以及它最终的完成的状态是success 那我们刚刚其实讲到就是说 在ZenkinsCI这个系统里面的话 是不希望master来作为构建节点的 所以我们需要在系统管理系统设置里面 这边关于系统的主目录以及执行者数量这边的话是2 我们把它设置成0进行保存以后 这样设置的话 Zenkins Master就不允许作业运行在它上面 我们需要另外给它配置slive节点去执行相应的job 那回到我们刚才的PPT里面 我们完成了Zenkins Master容器的启动 完成了插件的安装 然后我们需要给它配置构建节点 配置构建节点的话 我们这边也是以容器的方式来启动这个构建节点 我们可以先破一下这个Docker镜像 这个是我提前制作好的 然后运行这个镜像的容器 我们这边是把这个容器里的22端口 也就是说SSH的端口映射到速主机的3001上面 Docker PS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刚刚启动的容器 那在Zenkins Master这边是怎么添加节点的 首先是点击系统管理 往下拉的话会有一个管理节点 管理节点我们看到现在只有Master这一个节点 刚才已经被我们设置可执行数量为0 所以它现在是没法去构建job的 因为我们需要新建一个节点 起个名字叫做slive-java 点击OK 并发构建速我们可以改成五文 这个是job的在这个构建节点上的工作空间 这个标签的话是我们在作业的配置里面可以选择这个标签 它这个标签会映射到具体的那个构建节点 一般会选择至允许运行绑定到这台机器上的job 启动方式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这个SSH 主机名称也是这个IP 需要创建一个SSH的用户名密码 这个用户名密码是指登录那个slive节点容器的用户名密码 我们在制作镜像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用户名密码给设置进去 然后这个host key的验证策略的话我们选择不验证 在高级里边我们需要更改这个端口 因为端口的话 在容器的这个slive节点里面是22 但是映射到宿主机上面的话是301 点击保存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slive-java这个节点 这边是有个差 有差的就是代表这个jankis master 他连接这个slive节点是有问题的 但如果没问题的话这个差会消失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slive-java这个构建于节点 已经正常的连接 而且他是有五个execular的执行者 也就是说有五个job可以在这个节点上面 并行构建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回到刚才我们新界的任务里边 修改他的配置 让他来在我们刚刚创建的slive-java的节点上进行运行 这边在一般区域的话 我们这边可以限制项目的运行节点 这个就是要选择这个构结节点的标签 在我们刚刚创建的slive-java的这个标签 点击保存 立即构建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构建号 它的一个控制台的输出 我们这儿可以看到user-admin启动的这个job 然后它运行在slive-java的这个节点上面 这个节点我们点进去以后 会发现就是我们刚刚正在创建的那个slive-java 回到PPT 我们刚刚给jax系统配置了构建节点 还讲到了jaxmaster连接slive节点的两种方式 最后创建和运行了一个简单的作业 来打印一行制服串到控制台 在对jax系统有了的使用 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以后 我们就可以配置一个更复杂的作业 来自动化一个应用 从原代码的提交到整个应用部署 这一整个过程 正如我们在这张图中所示的一样 我们需要配置去拉取原码 对原码进行构建 构建出来的袜包打包成刀块镜像 并推送到镜像仓库 最终把这个应用竞像 部署到容器集群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回到jax的主页面 现在新建一个任务 名字叫做java-demo 然后构建 选择一个自由分割的软件项目 首先我们需要配置这个job 可以运行在哪些构建节点上面 slive-java 然后我们需要配置一个原码管理 这个原代码的话 我现在有一个实例是放在 阿里云code上面的 它是一个公共仓库 就是大家可以直接克隆下来 而不需要用户名密码 如果是seal仓库的话 这边需要添加一个 username password的证书 或者是ssh username seal的证书 然后原码的分支的话 我这边是master 再往下再构建这部分的话 我们添加一个直行seal 把我们的maren打包命令写进去 我这个命令打包出来以后 这个应运其实是会在target目录下边 宣称一个叫做demo.va的构建产物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构建产物是不是存在 可以先构建一下 立即构建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控制台输出 它是会去首先是拉取代码 然后根据构建命令进行构建 在构建过程中 会先拉取一些依赖的炸包 这个阿里云Code这个产品它是免费的 大家可以开通一下服务就可以使用 这边跟gitlabgithub的使用是类似的 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这个构建完成 那在这个项目配置里边的话 我们呃 这一个部分主要是配置圆满的管理的拉取 拉去下来进行构建 那这个构建物它其实是放置在构建节点上边的 我们要把它上传到我们自己的呃 一个存储构建物的地方 比如说有ftp server的话可以传到ftp 对应的需要安装ftp相关的插件 我们这边会选择把它打包进一个 Docker镜像然后推送到 呃阿里云的镜像仓库服务里边 呃这边已经构建完成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个构建日志 首先是呃 admin运户 然后运行在slive.java的节点上面 进行圆满的拉取圆满的构建 之后我们看在target的目录下面会生成一个 Demo.war的构建产物 整个构建的构建结果是success状态 嗯到这里呢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圆满的拉取 以及圆满的构建完成了 然后我们需要把生成的这个demo.war 呃这个构建物的war包打包进Docker镜像 并且推送到镜像仓库里边 那我们这边就需要使用到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我们目前是没有安装的 需要在系统管理管理插件部分 那么在可选插件里边去搜索这个叫做Docker Build 就是Cloudbin Docker Build and Publish 点击直接安装 它会检查一些网络了什么的依赖条件 然后安装完成以后我们需要重启这个JX Master 它才能够生效 就是所有插件的安装都是在JX Master 重启以后才能生效的 这个重启是需要有一些时间 我们在Docker镜像打包完成以后 需要把它推送到镜像仓库里边 这边我们就会使用到另外一个阿里云的服务 叫做容器镜像服务 这个服务目前也是免费的 那我们在这边已经创建好了一个命名空间 就是第一次使用的话 大家需要创建一个命名空间 然后还需要设置一下registry的登录密码 这个跟你登录阿里云控制台的用户密码是不一样的 我第一次使用这个镜像仓库的话 一定要先重置一下这个密码 密码修改成功 我们可以回头去看一下这个JX Master已经重启成功 重新登录一下 我们点进这个JavaDemo这个项目的构建 它进行配置 我们可以在这个 这一行没用可以把它删掉 我们再增加一个构建 步骤 我们安装完插件以后 这边就会出现一个Docker Build and Publish的插件 这个插件呢 就是能帮助我们打包Docker镜像 并且进行推送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需要填入这个插件所需要的各个参数项 那它每个参数项的后边都会有一个问号 点开的话 会发现是一些帮助的文档 如果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点开这个问号 来看一下有哪些信息 我们可以参考 首先就是这个Repository的Name的话 是需要写入一个Namespace 斜杠以及仓库名称 仓库的名称的话 我们可以起个名字 比如说JavaDemo Tag的话 就是说这个镜像 这样它的标签 我们可以给出V1 Docker Hops UIL 以及Server的CreamDensers 这个我们可以不用管 我们需要写这个Docker Registry的UIL 对于阿里云的容器镜像服务来说的话 我们查询一下它的公网地址 复制一下 这个是https头 然后我们把命名空间后边的字段去掉 加上V2 也就是说这个API它是版本2的 然后我们需要添加一个镜像仓库的用户密码作为证书 叫Registry 添加 然后我们把这个证书选上 保存以后立即构建之行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控制台的输出 控制台输出前面这个按钮的话 表明这个构建失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在哪一步出错 给你看这个是构建打爆已经成功了 Docker Build 就是Docker镜像的构建这一步失败了 它爆的是Docker Demo错 那说明就是说我们在刚刚给Jenks 添加构建节点的时候 其实构建节点的启动方式是有一些问题的 我们需要把宿主机上边的Docker Sock挂载进去 那我们来快速的更改一下这个构建节点 我们来找一下这个命令 我们刚刚是Docker Run没有挂载这个Docker Sock 我们可以重新起运行一个节点 我们把这个音色的端口更改一下 3002 然后把数纸机上边的 vr run Docker.sock挂载到这个构建节点里面 Docker PS看一下 然后我们返回Jenks的页面 我们现在可以迅速的再新添加一个构建节点 在这个管理节点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节点 名字叫做slav-java8复制share的节点 我们需要把这个标签也改成slav-java8 意思是这个javaJDK的版本是1.8 这个端口改成3002保存 然后启动这个节点我们可以看到slav-java8已经可以连接成功 我们更改一下这个java-demo项目里面的标签 改成slav-java8 然后再保存重新构建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控制台的输出 下载代码要拉取构建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构建节点 所以它这个依赖的诈包没有缓存 需要重新下载 然后我们这个镜像仓库的话 如果待会推送上来以后 会有一个新的镜像仓库出现 我们看一下这个构建成功了以后 它是会在这边我们可以刷新一下 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一个窗库名车 被java-demo的镜像推送上来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镜像版本的话 也是V1跟Lattice的两个版本 因为这个插件的话 默认的话是会把Lattice的标签也推送上来 这个就完成了Docker镜像的构建和推送这个步骤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打好的Docker镜像 也就是说应用的Docker镜像 部署到容器集群里边 在Jankis这端 首先我们是要去配置一个 部署的构结步骤 然后会选这个Deply to Kubernetes 这个是需要安装一个插件的 叫Kubernetes Deploy的一个插件 这个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已经提前安装好 然后我们需要配置一个证书 这边的话我已经提前就是说 准备好一个Kubernetes集群 好我们要现在先复制一下它的这个 CubeConfig的信息 然后添加成为一个证书 选择这个Kubernetes Config Resign这个类型 ID的话给这个Kubernetes 然后这边选择直接输入 添加 然后这边选择我们刚刚充建的证书 然后Config Files的话是我们要部署的YAML文件 这边也是放在这个圆满文件里面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Deployment 它就写了些什么东西 在这里 就是我们会把我们刚刚打包好的Docker 镜像部署成一个应运叫做Java-Demo-001 然后它的一个Service的话TargetPort是8080 我们这样构建完配置完成以后我们保存 然后进行构建可以看一下结果 看一下这个控制台的输出 首先是打包镜像 进行的推送 然后是部署我们刚刚指定的Deployment 它这个部署成功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到刚刚的这个容器集群里的 控制台界面去看一下它这个服务的端口号是多少 然后往下滑选择这个服务的菜单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刚刚部署的Java-Demo-001 然后它的外部端点是这个有个列阶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 这是我们部署的TOMCAT 然后我们部署的应用在这个Demo下面 这个就是我们部署的应用 这个就是我们部署的应用 现在可以正确的访问 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原码的拉取编译构建 然后打包成Docker镜像进行推送 最终把这个应用部署到一个容器集群里边 然后我们可以从浏览器上边 访问到这个服务为止 整个这个过程的这个流程的自动化 那回到PPT 我们总结一下就是 本章节我们演演示了一个 从您搭建一个简单CICT系统的过程 然后真正在生产中 是有一个CICT系统的话 还是需要很多其他的工作需要做的 比如说JANKS Master 在JANKS Master上边 比如说有很多的作业的配置 你是怎么样去保存和持久化的 JANKS Lab节点的规划 以及相当制作的问题 参见管理 以及说登录用后的访问全线的配置 在这个自动化构建的过程中 你可能需要用到够出发器 你构建结果的通知 还有一些其他你的自建的JANKS 环境的话日常的用为 包括数据的清理备份 这些都是需要你做的 而且JANKS它是更新连带比较快 所以组件的更新升级 这也是一个很费时的工作 还有就是有很多安全漏洞 你需要去修补 那安理人呢 在公共服务上边 会提供一个Code Pipeline的服务 其实这个Code Pipeline 它也是基于JANKS做的二次开发 只不过它相对于 自己的JANKS来说的话 有以下一些优点 第一个呢就是说 它是一个SaaS化的持续交付引擎 就是只要阿里云的用户登录上来 它就能使用这样一个服务 所有的包括JANKS Master JANKS Slave的这些节点 的用为都是我们来做 用户只需要使用这个服务 所以它的优点就在于 一个是用户不需要用为 只要登录进来就可以使用 而且它是一个免费的产品 它已经集成了很多常用的插件 并且做了一些二次开发 就是符合用户的使用习惯 然后它的构结节点都是通过一个容器集群 来动态提供动态销毁的 所以这样就是 第一个就是保证这个构结节点 是全新的 第二个呢就是保证 这个资源不浪费 就是按需分配 这样一个作用 另外呢我们这个用户的构建物 在构建完成以后 需要上传到用户自己的存储空间 比如说OSS的bucket上边 或者是容器镜像仓库 那保证它自己的构建物 或者是代码是不会外泄的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Code Pipeline 它是基于Jankis 研发的一个产品 所以它是全量兼容Jankis插件的 目前开放出来的插件 都是经过阿里云安全加固的插件 然后我们的一些优秀的 自己研发的一些插件 也会不定期的反馈回给社区 然后Code Pipeline 它现在提供的插件呢 就是说是有限的 但是可以根据开发者的需求 不断开放 而且开放的这些插件的话 会更适用于阿里云的场景 另外一点就是说Code Pipeline 它跟阿里云的一些其他的产品 是有无分集成的 比如说OSS 比如说容器服务 容器的镜像仓库服务等等 还支持多种的部署环境 比如说可以部署到ECS 然后部署到我们刚刚演示的容器机群那边 它有多维度的安全策略的保障 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构建节点是运完即焚的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隔离的构建环境 不会跟其他用户去 就是有张数据互相去污染 然后构建物的上传可以上传到用户自己的 私有的OSS仓库 或者是用户私有的容器镜像仓库 最后一个呢就是说 我们提供的Jagic仓件是经过安全加固的 这个是说多种部署方式 ECS跟容器集成环境 然后我们还支持全量的部署环境 比如说Java, Node.js, PHP 这些构建语言的构建环境 我们都已经做好了 那对于这个CICD流程的话 我们使用Codal Pipeline去做的话 可能相对于之间Zenkins来说 会省很多的力气 而且这个意用性可能会更好一些 那接下来我们就使用Codal Pipeline 来把这个流程再快速的做一遍 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演示 会使用到阿里云上面的以下一些服务 首先是CICD系统 也就是Code Pipeline 然后圆码管理系统 我们使用的是阿里云Code 容器镜像仓库管理系统 我们使用的是阿里云的容器镜像服务 然后容器集群的话 我们使用的是阿里云容器服务的 Kubernetes集群 我们使用Code Pipeline做以下的一些事情 首先是演示圆码管理部分 然后圆码的构建 构建物上传 我们这边使用的是容器具象的推送 然后把应用boost到容器集群里面 其中呢也会涉及到一些环境变量的配置 以及构建消息的通知 然后还有出发器的配置 参考文档的话 我已经放到这 然后我们现在到环境里面 我已经在这个Code Pipeline 这个项目的首页 创建一个Code Pipeline CICD Demo的项目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这个项目里面都有一些什么配置 首先呢就是 这个构建节点的选择 我们现在这个提供了国内节点和海外节点 其中国内节点呢有 Java Node.js PHP等构建语言的类型 然后海外的话也基本上是都提供出来了 这里边我们先选择国内 然后Java是选择有缓存的节点 然后圆满管理这边的话 我们是集成了阿里云Code 账户绑定 Bitbucket的账户绑定 GitHub企业版的 GTE的话是马云 还有GitHub 还有就是社区原生的这个Git下键 我们在这边配置我们要拉取的圆满库 然后贴线上代码分支 然后我们配置了个远存的出发器 待会我们会演示这个出发器是怎么使用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构建命令 然后再往下我们又添加了一个cell脚本的话 是添加这个环境变量的注入 环境变量的注入的话 它首先是需要在你的项目根目录下面会生成一个文件 然后把你需要配置的变量的kvalue值写入这个文件 然后再使用注入环境变量的配置 就是把这个呃变量的文件路径 就是注入到这个build 就是用行时环境 然后我们会呃 配置这个镜像构建和发布 这个跟我们刚刚呃 呃更换的一个呃 更换的一个呃 deployment env的yaml 然后我们把刚刚的环境变量 呃也在这里这边进行声明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deployment env这个yaml文件里边做了哪些更改 那我们是部署了一个新的应用 叫java demo demo-002 然后最主要就是这个image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这个tag不像之前那样是写死的 而是把它呃写成一个环境变量的方式 这样就是每次我们部署的时候 呃不需要每次都去更新这个deployment 这个是项目的基本配置 然后勾建后操作的话 我们是配置了一个钉钉的通知 我们可以勾选在启动时勾建 是通知还是说成功还是失败的时候通知 我们把这个项目保存一下 哦对刚刚我们配置了一个出发器 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使用的 这个出发器地址我们拷贝了以后 需要配置到这个呃圆码仓库的这个webhook的地方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是怎么配置的 这个这个是我们的项目 项目的setting是这边有个webhook 这边可以添加这个出发器 所以我们在我们刚刚添加的出发器是监听它这个push的动作 所以如果我们呃这个代码有push操作的时候 它会自动去监听到这个事件来进行出发构建 我们可以修改一下 把这个hello world的修改成hello code 然后提交的话就是这个push动作就已经完成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构建的话 它已经排在队列里面 现在这个等待时间呢 就是从这个呃动态的k8s集群里边呃去分配这个构建节点 就开始构建这个是他输出的日志 拉取代码编译代码注入环境变量 然后打包镜像 镜像的推送 现在正在推送镜像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镜像的tag是不是有刷新 最上面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构建和推送的镜像 可以看到这个部署已经成功了 我们可以去容器服务的控制台看一下这个服务是不是已经存在 这002这个服务的话就是我们刚刚创建了 写入路由访问一下hello cloud pipeline 这个就是我们呃今天要演示的整个过程 然后counter pipeline的话呃所有的帮助文大都可以从这里边去获取 这边有各个配置各个呃参数项的说明 大家可以自行去选择 目前counter pipeline它是个免费产品 大家可以就是开通一下服务就可以使用 来自行去的房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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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